好嗎?可以了 不死才有做世界冠軍 沒錯啦 工程戰完了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下一個環節了 好啊 來啦,那我們進入我們的語話老師 Shan Keller 那可以先宣傳一下嗎 可以宣傳一下嗎 可以宣傳一下嗎 你幫我宣傳就行嗎 怎樣宣傳嗎 有時間就看直播 好,來吧,讓我來吧 讓我來吧 那你可以宣傳一下我們的網站 當然,直入吧 直入吧 好,來吧 那先開場白 首先說一下 為什麼要做這個題目呢 其實也要給一些資料 首先說一下模型 這裡也有那個人 那個垃圾 然後 他又見到 他有心的 見到幫員 有一個疑問 就說 哎呀,我這個 我這個 戰力都不知道怎樣提升 或者要做些什麼去提升它 那我就 他就 他不是叫精獨班的 他叫什麼實戰與虛戰 但我看到整個PowerPoint都沒有說過虛戰的 OK 所以我把它改了名 是的 那就建造 直接就 叫做實戰力 好嗎 好 來了 聯合製作 我就加一些圖 收拾位 然後改一些字句 由SX金龍流 UR和模型聯合製作 是的 模型是給大一點的credit RJ Production RJ Production RJ Production OK,來吧 首先 按一下 首先 就講實戰力的形成 其實就有五樣東西 基本上來講 嗯 其實有一樣東西 第六樣東西是隱藏的 其實是透下的 不過 這個沒有講 不過呢 就 最後我總結再帶一帶 好 首先就講洗練 洗練呢 其實CP值大概都是在這條線 就是這個 這個順序下去 嗯 洗練呢 加給你的實戰力是最高的 那所以我們就先講洗練 沒錯 也是最貴的 也是 幫共 幫共使用得最凶狠的一個環節 是 還有 用完之後就要好 就是 過十個level就要棄 所以 但是呢 又我又恨的東西 就是 他給你的實戰是最高的 沒錯 是的 首先呢 就看回 大家很熟悉的 橙 紫 藍 我就聽大過 每升一格 就退後一格 其實呢 屬性 你看到了 右邊那把 就是一個七階的武器 左邊就是一個八階的武器 你看到呢 原本第一個屬性效果 機率是 這個 就是 退一格的 那個理念 嗯 原本是橙色的一個屬性效果機率 就 去到八階的時候就變成紫色的 所以 你就可以洗淑的時候 你就注意這件事 沒錯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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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洗臉些什麼 你說 其實呢 就做了一個貓子給大家參考 對 大家一定要好 先保留這張圖 是啊 是啊 自己家裡的鏡頭 麻煩你 那怎樣利用這張圖呢 其實沒有 你看到 基本上 你一件裝備 是有六格的 是 那麼 這裡 紅色那些 我覺得較為重要的東西來的 基本上 你可以選擇 其實都接近是必 所以 我會 我可以告訴你怎樣選擇呢 看回前一頁先 你看到 橙到白 是不是 那麼有時候呢 以這個帽來計 那麼 我有個白色的敏捷 但是呢 我的紫色呢 是水礦 那麼 最後一格呢 我會選擇 例如 最後一格還沒洗好 那麼 我會選擇一個白色的敏捷 只是一個紫色的水礦 我會選擇敏捷先 嗯 因為我覺得呢 敏捷來說 實戰力是比較充裕 即是比較加成得多 以及比較有用 即是靈巧啊 體質 更加都是 以前我們經常提及的 四維屬性 那麼 至於你看到這個 橫括這裡 這張貓子 武器方面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說 你會見到 為什麼會有七格 就是 因為呢 好看 你本身門派是什麼 嗯 那 好似桃花 以桃花為例 那 屬性效果機率 你看到我之前那把武器 為什麼不用紫色那個下去 為什麼要留屬性傷害 因為桃花呢 基本上是吃普攻的 是 所以呢 又沒有 唐門那麼重要 至於我如果是唐門的話 我就會洗走屬性傷害 照屬性效果機率下去 那 所以就看回你門派 因應你想需要些什麼 例如你去崑林 或者可能想運人運多些 是的 那這個呢 就不是絕對的 因為這個是 based on 一個 輸出職業去做的 那你說 少林那些你要生命啊 基礎生命啊 那些是後話 嗯 這個是 因為大家玩得劍合的 八成都是輸出職業的 是 八九成都是輸出職業的 所以 就用這個了 沒錯 那要再說一次 因為我怕大家不明白 剛剛 Ui提到的一個就是 萬一它作為輸出職業 萬一它真的使不到 一個所謂的橙色 或者叫做紫色的敏捷 是的 OK 那如果它作為輸出職業 是它呢 它寧願綠色 都會先用的 是 因為紅色的地方 就是它作為輸出職業 它認為比較重要的地方 是 那反過來 那你以為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防守的職業 嗯 或者你是一個叫做坦的職業 譬如我最簡單的就是少林 嗯 那少林的 我就單憑衣服的範疇 衣服的話 變相你就可以抗受傷啊 生命啊 生命回復啊 就是你的選項了 因為你可以選擇 選擇一些比較防守性的選擇 是 那萬一遇到雞勒的時候 這個表就是說 你真是紫色和綠色之間 要選擇的話 是 寧願綠色都要選擇一個 你實用的綠色 都不要以一些 你不實用的紫色 沒錯 沒錯 就是這個 告訴你 這些呢 就是我們為什麼 大家都是一起玩 為什麼明明花錢比你少 都比你厲害 就是因為就是這些細節位 對 不是賺錢就可以 還有 說多一點 為什麼要做這些貓子 就是因為 大家都節省時間 你每次都要看一次 很浪費時間 為什麼不做呢 打個字 做十分鐘 沒錯 每次都節省十分鐘 就節省很多時間 沒錯 平時你做事習慣 沒錯 好像武器那樣 為什麼七個屬性 就是你自己可以選擇 我覺得武器就是很少人 因為很少 很少就是不要力量要生命 我覺得很少 就算少林也需要力量 所以吸血就沒辦法了 吸血就是真的很難洗的 要麼就靠楊英再補一補 綠色都吸血到蓉 但是盡量 譬如像我們的南哥那樣 他一洗就洗到 橙色吸血 二十幾個百分比 二十還是二十二 我忘記了 二十二 然後加上楊英十幾 你打一萬回三千 其實真的很好打 是的 萬一沒有吸血 那就看著餘下那六個屬性去洗 萬一真的有人生命與你常在 是啊 是啊 常發二的 常發生的 是啊 是啊 我還洗了兩把 一把橙色就是 命中另一把生命 然後我就悔到想結局 沒錯 九十level 我七十level的時候 我中三把生命都是這樣 你真是小見識 這個就是洗練的 作為攻擊職業的建議 防守職業的 看回攻擊職業不要那些 那就是一個剛剛好的對照 是啊 沒錯 那洗練這部分就到這裡 那麼基本上下一部分就是雲石的 那麼其實雲石呢 就都是一個以這個顏色的順序 那麼其實都要選取適當的雲石先 那麼其實呢 我們之前都講過了 有幾集數 雲石方面有八九成 你都會跟別人一樣的 去到後來就是粉紅色的階段 就是因為現在我們說 一百萬戰力左右 其實都開始去二十顆粉色 或者四十顆粉色的階段去玩 那麼其實呢 八九成都差不多了 那麼唯一分別可能 你在一些護腕方面 例如我先拿這個舉例 淘花呢 我會用唐宵 又不會用這個 所謂的動物園 就是定海金剛這些 星星啊 星星啊 櫻啊 老虎啊 鱷兒啊 那些 那麼因為前者會心 是加會心 靈巧就加會心 還有生命 其實生命就加少了少少了 但是對我來說會心 輸出職業來說 是比水系抗性有用的 八二點其實對我來說 可能不幫助 不是很大 那麼所以我就會覺得 前者就比較優秀 那麼其實戰力上面 那個數字沒有那麼漂亮 不過沒有所謂 對 我覺得好打了 好打了 實戰嘛 自我感覺良好 虛戰和實戰有分別 但是水礦都有用的 門派戰 對 譬如你自己門 你是水熟的 你門派戰 戶口吼的時候 你就裝了一堆雲石上去 所以高手 不是 有錢人通常都有兩套 是的